输到用时方恨少 钱到用时不嫌多 王轩突然发现 自己账户并不富有 连张船票都买不起 一张船票两三百万新星币 这还是技术不断升级 导致飞船远航成本不断下降的结果 以前更贵 它身上有石板金纹 仙琴金色竹简等 也有数件西针的一宝 更有地仙权 权都价值连城 但它不可能兑换出去 挣钱的机会其实很多 为人续命等 但我选宅了一宝 可这些东西一年内大概率都要贬值了 得为以后的生活准备下了 他自语道 神话唯独崩塌后 连折落的猎仙都要面对现实 得考虑生计问题 吃穿住用行 一个都跑不了 王轩出神 一年后 超物质消失干净 那些神仙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开公司 还是给人打工 对比过去 招游北海木苍吾 落差肯定非常大 这次 王轩依旧没有自己买船票 他请钱安 官邻等出手 帮他换了个身份 准备前往旧土 苏城外 有新兴第五大的飞船基地 从这里起航 前往旧土很方便 远远望去 那里是一片钢铁丛林 除却巨大的飞船外 还有强大的防御系统 以及巨型后船大厅等 这块区域安保与服务设施都很到位 机械人 智能行李车等随处可见 无论新兴还是旧土 最近各地都在下暴雨 血色闪电交织 天象过于异常 连带出行的人都变少了 飞船中很安静 旅客不多 在王轩的后方是一家三口 父母三十出头 女儿七八岁的样子 漂亮可爱 我们终于要回旧土了 可以见到爷爷奶奶了 小女孩很活泼 对旅程充满期待 还是故乡好啊 我也准备回去了 投资故乡 旁边一位中年男子笑着说道 飞船上有不少都是旧土出来的人 在心心打拼过后 准备回到故里 一对老夫妇年岁很大了 慈眉善目 老太太轻语着 落叶归根 这次回去后 就彻底留下了 是啊 不走了 留在旧土 老头笑着 用手扶着老太太的手 已经开始憧憬田园生活 王轩平静地坐在那里 等待起航 已经没有了再就土第一次登船横渡星空时的新奇感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您选成星河联盟成员中庸深空公司 这是中家的产业吗 财阀的生意无处不在 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王轩现在是一头金发 便换了一张面孔 带着特殊的红膜 与以前的气质都不太一样了 略显冰冷 终于 飞船冲天而上 向着外太空驶去 并且开始加速 突然 王轩含毛倒数 浑身欲裂 他的脸色当时就变了 这艘飞船 要出事 返航吗 他认为 根本来不及了 他有种感觉 大概率是有高能武器 锁定了这艘飞船 要在空中击落 恐惜 有人想击毁飞船 王轩第一时间 动用精神领域 将这种警告 直接传到船长等人的心中 并且在他的手中 出现一只暗金色小舟 准备杀出去 不得不说 老船长反应神速 在其他人都愣神 不能确定真假时 他命令开启能量护盾 按下主控按钮 他宁可信其有 先确保飞船安全 最主要的是 他第一时间发觉 那声音是从他心中响起的 有超凡者在预警 轰 在能量护盾浮现后 几乎是同一时间 一道恐怖的光束打来 轰在光幕上 让整艘飞船都剧烈颤抖 所有人都震撼 这是在星星的空中 还没有脱离地表很远呢 就遭遇恐怖袭击了 这太可怕了 肆无忌惮 这些年 星星还算安宁 虽然偶尔有私人小型飞船 因意外坠落 但却多年没有攻击 大型飞船的恶劣事件了 这种事情影响太大了 现在有人丧心病狂 在轰击飞船 船舱中 人们惊慌 全都面色发白 怎么会遇上这种事 轰 第二次剧烈的撞击出现 飞船外的能量护盾 形成的光幕挡住了第二次攻击 大爆炸的光芒非常恐怖 船上的人彻底恐惧了 惊叫连连 并伴着孩子的哭声 这不是意外 他们真的遭遇了可怕的袭击 这种事 谁不害怕 很快 能量盾挡不住了 对方的火力太惊人了 再有片刻的话 就要打穿能量光幕了 刺目的光束 从不同方向击射而来 全部击在船外的光幕上 护盾渐渐承受不住 建救生舱 准备逃离 老船长临危不乱 这时 王轩也找到了他 让他开启舱门 将他放出去 吸引火力 王轩觉得 这些能量光束 可能是冲着他来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走漏了丰盛 有人想将他干掉在高空中 但是 对方的手段 未免太狠辣了 不管飞船中 其他人的死活 相当地歹毒 船长十分果断 满足了他的要求 按今小舟冲出 在高空中悬浮 离开飞船所在的区域 王轩盯着远空 一时间感觉 全身有种要撕裂般的痛 这是被人锁定了 他驾驭非洲 改变方位 像是一道闪电 在天空中急速游动 远处 那艘飞船 护盾暗淡了 一些救生舱冲了出去 逃向新兴的大地 哼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有的救生舱爆炸了 被光束打穿 非常的惨烈 丧心病狂啊 王轩盛回首 感觉出手的人没有底线 居然在乱杀无辜 攻击普通人 他没有退走 非洲发光 很醒目 就是想吸引那些人来绞杀他 结果还是有救生舱在爆炸 一道恐怖的光束 从非洲旁边飞过 险些击中他 东 远处 传来剧烈的大爆炸声 那艘飞船被打穿了 撕裂下去一大块 它是分组模块形式的 船长主动舍弃了左后舱 不要攻击飞船了 那个人在发光的非洲上 远空 一艘战舰内 有人颤声剑一倒 刚才那几记太血腥了 救生舱爆炸 飞船断落 都有血与生命在消亡 不急 让我试试 这个时代的武器 究竟有多强 不错啊 就是给我来一下的话 肉身也挡不住 战舰中 有一道血色的身影开口 包裹着一个骨块 相当的冷漠无情 道 你们奉命行事 配合我就是了 又有救生舱炸开了 不过更多地冲向了大地 分散逃走了 这时 飞船主体遭受攻击 再次断裂 并不是所有人都借救生舱 逃向地面 还有部分人滞留 王轩接二连三地被攻击 有次都没能避开 光束擦中船尾 导致那里超物质沸腾 这艘飞船光幕扩张 硬抗住了那一击 他发现 共有三艘中小型战舰在远射 毫无人性 打穿飞船 先后击爆四个救生舱 乱杀无辜 那艘飞舟了不得 能挡住战舰的能量光束 他竟是传说中的顶尖一宝 若是多激活几层飞舟符文 那东西会更神异与惊人 一艘战舰中 有一道精神体开口 露出冷力表情 觊觎王轩的暗金飞舟 温柔点 干掉他的同时 尽量留下飞舟 有人开口 在王轩的周围 光束一道又一道的交织 三艘小型战舰不停地轰杀他 有些肆无忌惮 在新兴不允许轻易动用战舰的情况下 他们有恃无恐 当空行凶 赶紧解决掉他 避免被人干预与阻止 其中一艘战舰中 一道血色的身影开口 心脏部位是一块针骨 缠绕着很多血丝 王轩胸膛起伏 忍着一口怒咽 那些人嚣张霸道 明目张胆地出手 血洗普通人 根本不在乎新兴的规矩等 显然 有人最近一直在盯着他 哪怕他动用各种关系 改变身份 还是被洞悉行踪 祖他会就土复苏剑仙子 要轰杀他 咚 又一道光束飞来 王轩驾驭非洲避开了 他手持黄灯灯的小葫芦 猛力一拍葫芦底 顿时喷出一片超物质光滑 和能量光束撞击在一起 在高空中大爆炸 嗖的一声 王轩远去 追上了正在坠落的飞船 还有少数人被困当中 就升仓不够了 他没有那么大的神通 时间不允许他进去全面搜寻 在非洲冲过去的刹那 将能发现的那部分绝望的人 从船舱中收进非洲 飞船下坠 王轩远去 三艘战舰在追击 轰杀向他 并且 有一艘战舰 又对那本已坠落的飞船开火了 轰的一声 让他彻底炸开 化成巨大的能量光团 王轩猛地回头 眼神中有无尽的杀意 这些人疯了 都该千刀万寡 真是不拿人命当一回事 他驾驭非洲 急速俯冲 想将他救出的二十几人送到地面 并且 他在默默准备 激活非洲上 原本就自带的一些兵器 有盾 有长矛 有飞舰 扮着密密麻麻的符文 搜 天空中 一张烟红的大网落下 像是星沙炼城 向着他照来 超物质浓郁 红色薄网在放大 铺天盖地 要将非洲兜住 王轩手持黄灯灯的小葫芦 接连打出树道恐怖的光束 将红色的大网震开 果然 背后列仙在干预 神话与科技结合 联手了吗 王轩寒声道 今天 绝对不能善了 即便对方想罢手 他也不会收手 飞船向下俯冲 向着地面快速接近 说到底 他没有那么狠的心 早先时想救一些人 想吸引火力 所以才束手束脚 船中 那个小女孩瑟瑟发抖 抱着她的父母 那对年老男的夫妇 抓着彼此的手 在低语着什么 东 能量光束再次轰来 接二连三 即便王轩开启了非洲的防御 激活了那块自带的盾牌 但巨大的冲击力 还是让非洲轰鸣 剧烈震动 几乎翻滚 非洲上 若非有光幕覆盖 这些人就跌落出去了 即便这样 身体也撞击在非洲上 很多人都发出痛呼声 终于 非洲临近地面 接近一座城市 王轩将他们快速送了出去 只是 入目所见 很多人头破血流 那个小女孩 满眼都是惊恐之色 身体发抖 至于那对年老的夫妇 已经寂静无声 两人相拥着 年岁太大 经不起这种颠簸与撞击 说好的落叶归根 却没有能回归旧土 死在这里 王轩砰的一声 震碎了仿真人皮面具 满脸的煞气 激活非洲 要冲销而去 烈仙祸 阻我回旧土 乱杀无辜 今天 我要杀光你们 再次尝试闯轮回 大家不要等深夜那张了 先记下 三张三道轮回印了 只尝试 علي